嘿!大家好! 今天丁丁厨房很开心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 香茅猪扒 除了有猪扒 新鲜的香茅 生粉 糖 蒜粉 梭打粉 黑椒 蠔油 鱼卜 和绍兴酒 好了!3、2、1,开始! 首先切切香茅 大家记得啦! 猪扒两边都要剥的 接着骨那里就切一切 这样就容易点熟了 这里就把它切开 炸的时候就不会卷了 现在一开心 这样就行了 腌的猪扒就放1.5汤匙蠔油 3.4汤匙月露 3个茶匙糖 4分之1的茶匙黑椒 4分之1的茶匙蒜粉 1个茶匙绍兴酒 4分之1的茶匙梳打粉 2个汤匙油 搅匀了之后就倒入香茅 然后一起打碎啦 现在就加2个茶匙生粉 那拌的猪扒就要拌得均匀 这个猪扒最少就腌2个小时 开个鱼炉就很简单的 落半只青檸 一个汤匙水 一个汤匙糖 半个汤匙鱼炉 刷碎了的一粒蒜头 还有少许辣椒 其实我最初调这个鱼炉 一是太酸 一是太甜 一是太鹤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气馁 因为试一下试一下 再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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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脱到那种味道出来了 现在可以炸猪扒了 那猪扒呢 炸了2分钟后就起一起 起了大概2分钟 就翻炸了 炸多3分钟就可以了 炸多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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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香华猪扒又香又脆 小朋友试了,每个礼拜都想吃 大家继续试一下,正 今天丁丁厨房的烹饪示范到此为止 记得在下面点赞、订阅、分享 多谢大家支持 我可以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都吃这个啊